歡迎透過未來電視網收看 112學年度UBA大專籃球聯賽 公開女一級的預賽賽事 今天是12月15號星期五 在台科大要為各位送上的首場比賽 是清華大學跟世新大學的較量 那麼這場比賽的轉播工作 將我主播李秉升以及主播陳傑勝 一直為各位帶來轉播解說服務 傑勝你好 Jeky好 世新大學先發舞人 吉福 楊淑炫 林英傑 林雲華 還有宋芮珍 清華大學的部分 丁芷榮 張玉敏 余婷珍 楊芷芸 還有楊宇珍 極的預賽賽事 第一波球權掌握在世新大學的手上 對 126分的得分 宋芮珍過人之後上籃得分 大高中打到大學 都是經驗豐富的戰將 對 這前面有一個輕鬆快攻的機會 林一傑上籃得分 林一傑大四來自南山高中 這時候又操到球了 拿板得分 對 現在對清華來說 因為他們只有六 的身高 直接發進來 對 好球 給到了楊玉珍 跳投得分 勝出 林雲華的外線 三分球投進了 打破 對 而且林雲華他的一個 三分球把握度很高 他在這個學年14頭7中 加剛才15頭8中 哇 競算一破 宋芮珍找到了隊長林雲華 剛才又是一個超級 在高中時期就有很豐富的這種 最頂尖的賽事經驗 對 林一傑自己帶球 游棋區的跳投得分 宋芮珍外線沒進 籃板球 林雲華搶到 反攻場 進去真的是還滿吃力的 對 常人都很紮實 有很好的一個基本功 所以讓他們 其實在外圍射手出手來講 相對就非常有把握 哇 林雲華 右投進了一個三分 他今天終於超過五成 哇 世欣 楊淑炫 上籃又有人 哇 一開賽 這個高壓的防守 真的有多攻勢 沒能夠打進 劉慶華轉身 拋車打板得分 對 世欣 現在這個打 丁芮榮 跳投出手有了 三分球 其實他已經是一個 非常有經驗的球員 對 哇 林雲華用高度的優勢 進攻籃板得分 他的一個分球能力 這個傳球找到了楊淑炫 在外圍 請 三分球 三分球 王淑炫 中距離跳投沒有 吉福進攻籃板 打板得分 對 三分球 蘇瑞珍 No loop pass 林雲華 打板得分 張玉敏 跳投出手沒有 丁芷榮 拿到籃板 轉到那邊半溝上籃得分 梁芮 跳投閃過了吉福 但是還是受到干擾 自己再拿起來 來 有了 丁芷榮 調給楊宇珍 跳投得分 清華這些球員 因為過去 再傳出來 楊淑炫的外線 舉 不過宋惠珍這個點現在 曾麗萱 楊芷筠球感太好了 最後的father meter 這個有送進這一個翻 看起來這個學年得分後 呼聲很高 對 哇 自己打到籃下 邱群希 兩分 他可以改變一下 節奏的話 時間差應該是對他有力 今天 韓迅馬上有出手 沒有投進 不管了 趙雲峰進攻籃板打板得分 韓迅 中路 交給趙雲峰 二樓作業 對 這就沒辦法 這就發進來 清大發生失誤 韓迅 上籃得分 對 所以開始韓迅一上場就先翻過 退出來 韓迅 進 攻擊破 時間上來之後第二次 三秒 但也譬如說韓迅剛才那個球 其實 傳 傳得很有創意 趙雲峰手出來 張家瑄 再回給楊子昀 楊子昀今天手感特別好 是的很好 所以他們落後26分 哇 鄭麗萱 上籃得分 回給楊子昀 再交到丁子榮 楊子昀剛才那個球 其實可以先出手看看 哇齁 但丁子榮打進 清算加把 也是五三分嘛 跳進來趙雲峰 二樓作業 再來一次 對 因為任何一個球員 對位到他都 球群西外線 有 劉慶華 游戚區的拋射沒進 自己抓進攻籃板 打板得分 對 這就是 球救回來 韓遜中距離的跳投 有了 不管是誰上來了 都 張家瑄 左邊低調的三分 嘗試 至宇 這個高位的PK會出現 邱群西中距離的跳投 至宇 這一波的 發進來給到張家瑄 得分 對 而且他們還算是新生代 其實你可以說事情 他們並不是只有兩套陣 他們可以換到三 林杰 調給宋芮珍 再給吉福漂亮的配合 宋芮珍 又是個No Look Pass 靠他的腳步創造空檔 今天現在首度來到這40分的一個分差 哇 丁子龍投進彈下落之後 腳踝扭到了 張玉銘 跑得很快上來得分 這應該是 張玉銘就會變成主力的得分點 哎呀 楊淑炫 點球非常準 外線拔起來出手 靜 楊淑炫 不知點球準 三分球 過來 宋芮珍 停下來 給到吉福 上籃得分 過來楊淑炫 wide open 沒有 吉福進攻籃板 兩分要到 林杰給到左邊 楊淑炫 上籃得分 進圈的高度 穿出來林杰外線 靜 丁子龍是 勸勸失誤 和震鋒教練 板凳琪馬上出單點 是 張玉銘的跳投得分 他等於是因為身體還是熱的 可能他可以用這個貼渣 把他包緊 來忍受這樣的一個階段 對 最重要的是這一點 就是他後續的比賽的狀況 哇 楊淑炫上籃得分 對 這個角 中路突破 上籃沒有 吉福 沒進 宋芮珍 再補吉福 再補 還是沒有 再補 再來 終於有了 對 這一波應該抓了五個進攻籃板 對 林杰 外線出手了 算一下沒進 林韻化 進攻籃板 有了 林韻化 來保護一下選手 林韻化 真的要保護 已經沒有人了 是 林韻結三分球投進 隊友可以休息啦 對 可是現在的丁子龍 他的一個影響力已經消極了 林韻化跳投進 現在清大真的不能再有上兵出現 宋芮珍抄到球 哇 這個給球 楊淑獻上籃得分 已經完全打開了 宋芮跳投沒有進 轉換過來 這球給的太漂亮了 蔡宥蓮上籃得分 就是要接受治療 對 其實他的剛才第三節 對 對丁子龍來講 歷經轉學 然後在清華又找到他打籃球 這樣也是 最後有一個不錯的收尾 前半段 第二節的前半場 其實比較靈活一點 對 蔡宥蓮的抄球 上籃得分 韓迅 外線的出手沒有 趙雲鋒進攻籃板 有了 在第四節上場的決定 應該也是正確的啦 對 非常正確 因為其實剛才第三節 都比一般的學校來得重 是 張家瑞跑在前面快攻得分 可能都是 晚睡是為了玩樂 但他們都是為了讀書 對 然後還要堅固球技 丁群熙 上籃得手 他這樣子的傳球 在女優節賽場 其實真的蠻少見的 他的這個 張家瑄 傳給邱宥蓮 投球的一個草洞 隊友 應該說對手被 張家瑄給吸引過去 哇 球一發進來 又被世心抄走 哎呀 本來就只有六人的輪替 現在第四節只剩五個 對 繼續聽 哦 看丁 丁子榮在場邊指揮隊友 前面有空檔 楊子昀跑在前面 楊書宣 外線 緊了 118 是的也就是 試行他們的一個水準 是 這個賽間他們場 今天是57.7分 可是今天清華打破了 人手又更少了一些 這球掉到前面 蔡宥蓮上籃得分 現在得分 還沒有達到他們賽季 126分的平均 對 現在 宇婷貞 嘗試一個外線的出手 有 是 哇 也讓這種比賽的尾聲 清華大學 中場世新大學 124比63 擊敗了清華大學 那世新大學 他們拿下了在預賽的七連勝 而在清華大學的部分 今天雖然輸球 但是精神可佩 包含丁志榮 這基本上是個5.5人的戰隊 對